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肥胖 最近都說了一些種子 如何在雜貨店買到 今次就說了一些在雜貨店買到的種子 以及如何令到雜貨店出現 說之前 希望大家就給個like 給個share 以及幫忙訂閱本台 這個蔥是如何找到的呢 首先就要完成一個叫做 迪拉斯蘿蔔的任務 不單止迪拉斯一定要在這個村莊出現 而且必須完成這個收成5級的菜任務 完成這個任務之後 蔥種子就會出現 茄子種子和火熱果實種子 就需要你完成這個收成10級的作物 只要完成了10級的作物 雜貨店就會出茄子和火熱果實的種子 初級就已經是基本上說了 高級的種子 我也要跟大家說一說 那好吧 那這些果樹的種子和揮木種子 多數就在一本橙櫃找到 也可以透過做任務去做到的 例如揮木種子必須要砍掉揮木的任務 這3個果樹的種子 必須要種植差不多50個果實才可以做到的 這3個果樹的種子都說完 只剩下的那些也說完 迷宮種子之前也說過 我出了影片說過 然後劍種子和盾牌種子 就可以在一些BOSS身上找到之餘 也可以在迷宮種子找到 當你完成出播這個任務 就可以在這個雜貨店買到 那好吧 那說到菠蘿 一定要種巨大的蔬菜才可以出貨 那菠蘿呢 最大的用途是用來做菠蘿汁去完成其他的任務 你拿去賣其實也不錯 那剩下這2個 番茄和少女蝦蜜瓜 那這2個又如何出貨呢 那你就必須完成這個 種植20個白菜 捲心菜和洋蔥 尤其是這個少女蝦蜜瓜 你可以做戀愛的禦感 到你後期打怪是非常之有用 是因為可以增加你自己屬性的抗性 那好吧 那剩下白菜 高麗菜和洋蔥 都說了 或者在哪裏拿到 那也順便說一說 有什麼用途 尤其是白菜 之前都說過 其實基本上都很好賺到錢 那好吧 那講完一堆高級之外 有4個比較 爛一點點 但都一定要講 那首先講一講金馬鈴薯 金馬鈴薯必須完成一個 種植所有非黃金的作物 絕對不包括一些巨大的作物 只要種了這裏所有的作物 種了所有的蔬菜 就會出現黃金的果實 那這個金南瓜 就必須完成一個禮物給馬格里特 就需要給這個菠蘿汁 那這個菠蘿汁怎麼做呢 就一定不需要菠蘿 但也提醒大家 在這個符文卡納匹拿了一個配方 才去做菠蘿 否則的話是一定會失敗的 其他那兩個比較簡單 就必須完成一個出貨完成率的任務 就要出貨兩成半的完成率 其實這個就比較簡單 你可以出貨一些蔬菜或者一些怪物的素材煮 去令到自己的出貨的種類變得更多 令到你出貨率提升 其實這個也不難 那剩下金毛青又如何做呢 就要完成一個製作霧青天堂的任務 那這個任務內容是什麼呢 那就是阿瑟會給你一個金毛青種子 那種了這東西之後 就需要製作霧青天堂 順便跟大家提醒大家 當這個金毛青種子 是你如果種完之後 你又想拿多一次 你可以透過任務是拿到的 因為畢竟其實它的遊戲 你是檢查不到你種過這個紀錄 然後你再取消一次 再去種過其實是可以的 那毛青天堂也需要一個很高級的 才能製作到 需要大家去提醒一個 就是攀任的技能 那好啦 那今次就講完所有雜貨店的種子 那下一節呢 就會講講花店的種子 那也都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今集就來到這裡 拜拜